所以清除OK之后 最后我们是需要再一个考评 然后所以把考评跟切换工作表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以后如果你很多城市不会写 我是建议你给它拆分 两个先写出来 再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吧 这样应该会简单很多 但是如果你假设 你要一次把两三个城市 把它一次写在一个 那很难 但如果你假设没那个能力 或者是你怕写错 你可以拆分再结合 应该简单多了 所以我刚刚的做法是这样 把这个刚刚是清除 那现在就变考评了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OK 那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变成是 叫做多工作表 所以呢名称不能一样 那我就是把名称再改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 以后你做的动作也差不多 就拿一个 这个已经写好的sub 然后拿来 然后接下来就改 改怎么改呢 也就是说拿多工作 把这一段城市复制 再贴到它的上方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在当它切过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 把刚刚的这个复回圈把它放到里面 OK 那放到里面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呢 因为这个复回圈 它是比较外层 它这个贴过去的是被执行的 所以里面的动作 行为让它缩排一下 怎么缩排 就是放进来之后呢 把它选起来之后 按TAP键 按TAP键的话 就是让它缩排 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 这个的话是外回圈 这个是在这个回圈跑到什么情况下的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 做完之后再换下一个 所以这外回圈是跑那个切换工作表 这个里面的话是输出公式 OK 那应该就很清楚了 接下来的话呢 最后 看一下 你看这边怎么多一个这个 刚刚漏掉了 OK 所以 没办法 卡键率就是复原 所以刚刚漏了这一行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 把这R等于一张NAS 拖拉到这个 序值S 点Slate这个地方 然后呢 把这一个 刚刚复制的部分 选起来就按TAP键 OK 好 那这样应该就OK了 好 那这来的话 我们让它跑跑看好了 里面应该就OK 所以 如果你假设没有把握 一样 你可以按F8 所以一定是先切第一个 对吧 然后呢 向下追踪 我看一下 不过这个地方可能会 我看这个R是不是40 可能他注意一件事哦 就是因为呢 这个前面没有加上哪个工作表 所以有的时候 不对工作表可能会出错 目前看起来 好像因为切到这个 所以里面应该没问题 40 那 那他跑跑 一样射中问题在这边 把公式全部输出 看一下结果 哎 好像没问题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中暗点是在这里 所以按F8 跳回来了 然后在这边按F8 切一下 切过来了 已经是零组了 所以目前的话 应该是在零组 这个S应该等于2 切到第二个嘛 然后呢 向下追踪 这个R的值 是不是101 是 所以如果101的话 那应该没错 所以让他全部跑完 看一下结果 确可一下 看一下 也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让他继续跑 所以第三个都一样 第三个相对应该是65 我记得 65 这没错 让他全部跑完 应该OK的 所以 底下再来就第四个 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 切回到第一个 这样助专就OK了 看起来没问题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把这个按钮再复制一个 贴上 然后把它改一下 这个的话 我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叫做 考评底线多工作标 那这边的话呢 不管 改这个 这个是多工作标 这样好像顺序会比较OK的 这个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就还清除 让它直到这个清除 多工作标 好 这样就OK了 接着来试试看好了 清除 但是因为切工作标 所以它一直闪 一直闪 OK 然后清清清 但是有点清除的 有点效率太差了 OK 这个待会再讲 因为你会发现 你说龙师为什么它闪这么久 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儲存格 慢慢慢慢清除 那它有什么缺点 效率差 所以你说老师 那我怎么加快速度 很简单 就是你不要一个一个的三 你不要用Sales 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话是说 跟它讲哪个范围清掉 哪个范围清掉 所以其实 储存格数量很大 像这边的话 以柱砖就是 三到四十大概就是三十七个 三十八个 所以等于三十八个要乘七 那如果假设是范围的话 就是一个范围 有没有 B D跟E是连续的 两个范围 K跟N是连续的 所以其实一二三 你三个范围 删除的速度一定比较快 这等下再讲 那考评试一下 出出 这个我射中感觉把它拿掉 让它全部跑 看起来OK 全部跑完 结果有没有OK 看起来OK 所以其实如果你假设要批次的处理的话 那显然应该没问题 所以最后考评部分 我们在 第一个就是把考评这个工作 这个Sub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 第二个的话 第三个的话 把他切工作表的程式 把它贴过来之后 再把原来的公式移到 什么点色一色的下方 就OK了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